首先要知道POPINTUO的特徵 由於它是ALCONO ALCONO即是酒精的HOMOLOGUS SERIES 而通常這個同系列 如果夠短的一條鏈 三個都叫做短的就是FLAMMABLE 很易燃,大家都知道酒精是易燃的 這個不用說了,所以大家說 FLAMMABLE是對的 不過再提醒一句,這個字和FLAMMABLE 是一樣的 我可以在這裡提醒大家 INFLAMMABLE也是一樣 如果想說不易燃,就要說non 不如這個題的話 另外2和3會不會是呢 如果大家讀得熟 這個標誌代表什麼呢 CORROSIVE 這個標誌也跟另一個標誌很相似 就是CASINOGENI 最大分別就是這張桌子 CORROSIVE就是 如果這張東西貼到CORROSIVE 是什麼都會拿的 拿手,拿桌子 但是那個物質是CASINOGENI 就不會拿到桌子,桌子不會生癌 所以CORROSIVE 而CORROSIVE的物質呢 我給你一個例子,強酸強鹹 濃的時候,HCL, NaOH 這些物質都是CORROSIVE PODYACMX CORROSIVE 就可能是因為 它可能觸碰到你的手的汗 變成一些很刺激的物質 算了,總之這些就是CORROSIVE 右邊這個就是AUXIDIZING AUXIDIZING就是氧化物 氧化劑 其實氧化劑也常見就是這些 這些 MNO4F 剛才所說的,三種特別酸 根據剛才不知道哪條MC 我們去看看 剛才第 好像頭幾條 第十條MC,會有說的 這三種酸 是OA 它們都會有OXIDIZING的特性 還有一種 O2的OXIDIZING 所以不要只懂得這條 有時候有其他物質 你都可以猜到 究竟哪些是CORROSIVE 3的OXIDIZING 這條也不說太多了 答案A